大家好,我是大树 那今天这集呢 我要为陈老师来了说话 那大家有注意到啊 陈老师来了 最近又被公安烧咬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陈老师来了呢 有两个点说得非常非常棒啊 那第一个就是 他为什么敢露脸来做这个YouTube 就是因为他不想回国了 看到了我们的中国人 被红社会已经改造的不再像人了 而这个国家下的公安 不抓坏人 相反天天却把所有的时间 用在怎么整人 然后抓境外势力上 所以呢 我们才不想回国 才要出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我经常说红社会的 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只要一做 这个事情保证搞砸 保证就成为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党性没人性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呢 你把很多中国人 推到了对立面上 你把人家陈老师 快逼成了40万的大逼 甚至呢 人家要在台湾发展自己的公司 然后全力呢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所以说 你们是不是在教海外人 如何解锁海外的流量密码 我们这些所谓的境外势力 不都是你们这些人 一手打造出来的吗 所以呢 你们把别人推到了对立面 现在呢 你反过来问 这个被你推过去的人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吧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没事做 还是你们觉得 如果我把某某某推到了对立面 他成为了大V之后 我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能从中央拿到更多的钱 所以说 大陆警察 在逻辑上就有问题 他怎么能抓犯人呢 所以呢 他把好人抓起来 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们好坏不分嘛 所以才成为了今天 让全世界人笑话的这么一个国度 所以呢 你们千万不要问 为什么我们这帮人在海外来揭露中国的乱象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是给中国人加分的 而是你们一直在不断的抹黑中国 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你们应该来感谢我们 再有一个 你给陈老师来了亲朋好友 做这些思想教育 有什么用 如果陈老师来了不想改变 你们以为光靠这些压力 就能让陈老师转化吗 那不可能的嘛 所以说现在陈老师说 自己现在非常恨你们 这个才是真正的结果 而且谁都知道 在国内有一群割零件的人 而且警察 医院 政府 各个部门 都有和这些相关联的事情 你说你们现在 让我们回国 可以对我们宽大处理 你觉得我们有病 还是你们有病 我回国之后 我面临这么多风险 那我为什么要回国呢 你们以为通过这些手段 你能减少这个人在海外乱说话 你觉得能让他回国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所以这个不是矛盾的吗 所以你们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们单纯的就是给陈老师身边的人 制造压力 你们想奴化中国人 你们在威胁中国人 你们就认准了 咱们中国人就吃这一套 你们以为通过这样的手段 就能让陈老师闭嘴 但是你要想一想 如果陈老师来了 今天没有40多万的粉丝 他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你们宰割了 所以这里我也想跟这些 做思想工作的警察说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凭良心在做这些事情 你可以觉得有些人是心怀不轨的 但是最开始你把人推到了对立面 他们出来做这些事情 他的初衷就不是因为钱 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是你们让这些人 成为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是你们逼大家找到了自己的一条出路 你给人家的亲朋好友 做这些思想工作真的没有用 麻烦我们的大陆公安们 我希望你们能活得像个人一样 真正的犯人你不去抓 你看看国内这些新闻 到处都是人祸 国内的高压锅 不一定哪天就爆炸了 你们的这份工作呢 也很可能不报 你看看我们的习大的 被人骂成什么样子 都自身难报 不一定哪天 他的人头就要落地的 你以为你们这样做 就能免受此劫吗 你们再换位想想 你们知道我们的脸 我们是在名处 你们只要对这些人的亲朋好友 做思想教育 你们就得把脸露出来 对不对 你们有警号吧 你们有姓名地址吧 你们有家庭儿女吧 你凭什么觉得 你们就不会遭受 我们同样面临的一切问题呢 如果我们采取 把你们曝光出来 你觉得你们是无辜呢 还是你觉得你们是受害者呢 假如你们真的 就是在完成这个工作 就完成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你就做做样子 谁知道呢 你们也知道 我们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 都是这个概念 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 我干嘛要那么上心 你们就看看啊 这些路边突然倒下的 这些大爷大妈们 为什么没人敢服 所以你们过去骚扰人家 人家最多就是骂两天 陈老师来了而已 还能怎么样 他要活着 他要生活的 这件事情难道会成为 他天天的阴影吗 不会的 我们的很多人是健忘的 是不长记性的 所以才会被社会主义的铁拳 打了无数次 他们还这么拥戴这个政权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所以啊 我觉得你们也真的 别这么傻了啊 把这个工作 你觉得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做 那就走个流程就好了 那个黑锅 你让你们上边的领导去背 这个不叫思想转化 这个真叫做建议 良药糊口 但是呢 从现在这个世界的 发展的趋势来看 真的可以保你们的一命 还有啊 我也想对你们说 你们以为红社会 和老百姓绑在了一起 坚不可摧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忽略了人性 而且人性的恶 最怕的就是善的力量 你们能和老百姓 绑在一起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和老百姓 真正的站在一起 你们只有老百姓的力量 我们不但有老百姓的力量 我们还有世界人 所有拥有普世价值的人 这个全世界的主流 真正的力量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坚不可摧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